金世怡受到独龙尊者的临终嘱托 前往洛阳芒山寻找吕四娘 却不想刚刚踏足中原 就被小混混江南坑了一把 将她带去了丽春苑滚混 江南偷偷离开后 留下了身无分文的金世怡 我这里是妓院不是善堂啊 我打开大门做生意 谁进来了喝了花酒不给钱 休想走出这个大门 有话忘卖说 不要伤了和气吧 丽春苑的竞争对手暗中放蛇 把丽春苑的姑娘们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个都跳到了桌子上 唯有从小在蛇岛长大的金世怡 不仅没有一兵点害怕 还和毒蛇交流了起来 就这样 金世怡帮丽春苑抓走了毒蛇 老宝很是感激金世怡 免除了她喝花酒的费用 画面一转 丽圣男找到了她的主公西门牧野 西门牧野是乾隆皇帝的心腹 负责削弱中原武林的力量 他用打狗棒法打伤少林弟子 又用少林武功打伤代帮弟子 欲要引起丐帮少林相动 如今两派人马要去往孟家堡 在孟家堡解除误会 因此西门牧野找来丽圣男 要丽圣男赶去孟家堡捣乱 丽圣男在去往孟家堡的途中 刚好遇见了金世怡 出于对金世怡的好奇 丽圣男悄悄跟在金世怡的身后 发现他偷偷藏了什么东西 金世怡早就发现丽圣男跟踪他 询问丽圣男意愈何为 丽圣男死鸭子嘴硬 在和金世怡争吵一番后 决定一起结伴而行 为了报复金世怡用毒蛇下他 丽圣男买来的蛇虫鼠蚁 给金世怡炖了一锅黑暗料理 美其名曰白鸟龟巢大补汤 金世怡闻到香味味口大开 当即端起汤碗就要一饮而尽 你不喝 你是我的救命二人吗 当然你先喝了 那我不客气了 哼 这次你死定 真好喝 我长这么大 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 我能不能再喝一碗 丽圣男看见金世怡的模样 真是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不该是这样的反应才对 见金世怡连喝了几大碗 丽圣男好奇真的这么好喝 不由地拿起汤勺尝了一口 结果当天夜里 丽圣男就跑了十几趟茅测 这个金世怡 也不知道是不是人 喝了几碗都没事 我不过喝了一口而已 丽圣男偷鸡不成十把米 整股金世怡不成 反而把自己害得不轻 金世怡见丽圣男拉肚子拉到虚脱 拿出了毒龙尊者的毒门药丸 对治疗腹泻有其效 丽圣男将性将疑地吃下药丸 发现效果果真不错 出言夸奖起了金世怡 谁知金世怡说出药丸的配方 差点让丽圣男吐了一闭 会跑会走 究竟什么药啊 哦 就是蜘蛛啊 蜈蚁啊 蚯蚁了 师傅说啥一样都不行 丽圣男捂着嘴吐了起来 将金世怡赶出了房间 四日清晨 丽圣男赌气不想搭理金世怡 结果一个不慎 反而和金世怡一起掉落在粪坑里 从粪坑里爬出的两人来到客栈 遭到了客栈老板的嫌弃 说他们两个是乞丐 影响他们客栈做生意 乞丐也是人 你怎么能这么看不起人 我们又不是乞丐 你干嘛自己承认 乞丐也没杀人放火 脱门拐骗 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他不让我们投赞 全都怪你 丐帮帮主义众谋路过 听到金世怡的发言十分赏识 建客栈不肯接纳金世怡 邀请金世怡和他们丐帮 一起去破庙休息 去哪里 人家都当你自己人了 你还不跟着去 力胜南本就要破坏 丐帮和少林寺的关系 趁此良机混进了丐帮 义众谋一行人要赶往孟家宝 他们的一位长老被少林武功打伤 此次要少林寺给他们一个交代 话分两头 小混混江南开设赌局 就孟家宝大会 丐帮请来盲山派驻镇 少林寺请来镇英镖局帮忙 笃定这次少林寺必输无疑 因为镇英镖局一定打不过盲山派 恰巧镇英镖局的礼器没在此 见江南如此看不起镇英镖局 胜路之下追杀起了江南 江南一路奔逃荒不择路 逃进了一家客栈 偷偷溜进了一间客房 可很快江南就发现不对 床上竟然有着女人的肚冬 突然有脚步声传来 江南立刻躲到了屏风后面 一个美焰动人的女人走了进来 没有察觉江南的卡 竟是直接换起了衣服 让一旁的江南大宝眼福 不要便宜我 我受不了了